中華民國老人好理推動聯盟 為了建立一個老人專屬健康活動 為今年七月開始 在國館市基盤追求初賽 並且為初賽當中 推算將四名老人追求第五參加十位帝國賽 希望這次可以出進四大社會參與感 達到四大雄下到活力等學不到 開賽時間一到各地選手都分分卡出第一球 前期一定有試試股拍攝 中華對球選手系列都相當的共 今年努力全國比賽當中得到冠軍 所以第一球如果新平派打得不好的時候 還有第二球選拔的機會 去年全民運動是差一個冠軍跟人比分 差一個冠軍 所以如果冠軍就去全國冠軍 所以今年我們目標是要拍拍這個紀錄 拿一個全國的冠軍賺 觀眾會比表述 對球運動是上當四大 如果過零溫和 也讓四大在比賽當中起手當中 並且車到東方後當 每年都跟我們辦了幾十場比賽 讓我們的中部透過對球 和零溫和零溫和零溫看過身體 我們今天會先撤出前七名 再透過福祭四名 參代表我們中華館去參加全國性比賽 我們中華館現在165歲以上 100歲裡面有16歲 都是我們65歲以上的中部 所以未來如果讓我們的中部 身體健康健康 還有讓讓我們快樂 這是我們管政府要來努力的目標 大家共同來讓我們的中部 身體健康 那讓我們的中部 都能能夠開心 過日子快快的落落 在那個運動 這是我們要來努力的 这次比赛总共有27队来自中华馆各地队伍参加比赛 每一队都有4名队丸 队丸都需要是65会以上的四大 但每一队会有1位是55会以上的队丸参加 来选择到我们其他的队友 新中华新闻 李明洪和米彩虹布尔德